9月10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林郑月娥会见传媒时指出 特区政府搭建对话平台的工作正在进行 政府非常有诚意于社会各界不同阶层、不同背景、不同政见的人士进行沟通交流 特别是希望可以与年轻人直接对话,聆听他们的心声 特区政府对于香港青年人的关心关爱是我们的特区的政策 尤其是本届政府自成立以来这两年多我们都透过不同的政策 无论在青年人的行业、事业、创业那方面是不断地去做一些新的政策 也都给予青年人有更加多参与政府政策的机会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,我是同意我们应该做得更加多、做得更加好 而去令我们做得更加多、做得更加好的最重要的渠道 就是跟青年直接对话,去聆听青年人的心声 林郑月娥表示,她9日视察了被激进示威者破坏的港铁中环站,深感痛心 部分激进示威者对港铁车站进行了疯狂式的破坏 暴力的升级和持续不能解决社会目前所面对的问题 只会令社会撕裂变得更加严重 她强调,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特区政府一定会坚守法治 对违法行为盈利追究 特区政府一直坚持就是法治 法治是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所以任何违反法治的行为 都是不应该受到特区政府认同和支持的 所以在这次的事件里面 我们都是坚守 违法的行为一定会是依法来追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